也故意在那邊打盾 對 就是有人拍到他睡著 那故意的 對啊 應該是故意的 因為徐曉昕坐在他旁邊 他叫徐曉昕拍 注意直播有沒有拍到他睡覺的樣子 很多很多在關注賀龍夜夜秀 其實你會把年輕人普遍 對趙克剛的反應是相對正面 你說會造成年輕票大幅度的移動嗎 抱歉我認為還不會 但是他至少會讓年輕人 對國民黨的抗拒心態下降 趙克剛的這個口才真的是變才無礙 可是說真的 他現在想要跟這個年輕人 想辦法能夠多 能夠吸收一些票員的話 上這個賀龍夜夜秀的效果 不知道怎麼樣 你的評論如何 然後呢 連主持人都忍不住心動 說太愛趙少康 因為真性情有話直說嘛 結果呢 這個說實在的 趙克剛還特別拿了一個 辯論會的貴賓證 親自替賀龍帶上就邀請他去參加 還有還有就是呢 在今天我們也看到 趙克剛在這個辯論會時 當場請辭中網董事長 然後呢說等賴清德是望川秋水也等不到 宣布當選副總統四年薪水一毛都不要 福利也不要 仁愛陸副總統官邸也不住 也不住 所以他今天其實呢 真的是做了很多 讓大家覺得說還蠻吸睛的事情 韓冰怎麼看 他今天這個辭中網董事長還有說官邸要變成青年住宅 這些 很多人就說是放大絕啦 放大絕 那當然這個放大絕 各方解讀不同 有人認為說 是不是因為選情告急或怎麼樣 那也有人認為說就是他 就是做做給大家看他敢這樣做可是賴清德不敢 就再一次凸顯賴清德就是個賴皮鬼的事實 因為賴清德就是這樣嘛 就是他那個房子到現在還選在那邊不處理 我真的不知道是是怎麼樣的一個選舉計算 才會計算出這麼奇怪的一種解決方法 本來明明有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他偏偏選擇最麻煩的那一種 然後搞了自己現在不上不下了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判斷 所以當趙耀昌一辭中網董事長 就成了一個強烈的對照組 是就是讓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就是趙耀昌一辭啊 那你呢 那我也必須跟大家很坦白的講 其實趙耀昌遲不遲也沒什麼差 我講實在話 對他來講他有什麼差 但他就是要凸顯出來告訴你說 我這些我都不在乎啊 我就不要 那他去上賀龍夜夜秀 我必須講他的反應是蠻好的 甚至比四年前韓國瑜的時候更好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韓國瑜那個時候有做一些過度誇張的舉動 所以讓大家有就是評價會非常兩極 可是這一次去哦 雖然當然還是有一些討厭趙耀昌的人 會講一些什麼話 可是普遍 我觀察PTT也好 Dcard也好 因為很多人都在關注賀龍夜夜秀 就你會發現年輕人普遍 對趙耀昌的反應是相對正面 也就是因為趙耀昌完全沒有那種過去的 人家對國民黨的那種態度 就是老太隆忠啊 然後什麼事情就是講話四平八文 溫良風簡讓啊 就趙耀昌其實跟馬英九那種形象的 國民黨人是完全不同的 趙耀昌是另外一種的 國民黨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他是確實是 讓一些年輕人對國民黨有一些改觀啊 那包括賀龍 當然我不排除賀龍也是一些節目效果啊 說他被那個趙耀昌圈粉了 然後甚至 他今天真的有去副總統辯論會縣堂去 他有去喔 他直接去 而且故意在那邊打盾 對 就是有人拍到他睡著了 那故意的 是故意的吧 應該是故意的 因為徐曉昌坐在他旁邊 他叫徐曉昌拍 注意直播有沒有拍到他睡覺的樣子 秀的啦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跟年輕人有這樣的互動 這個對侯康沛來講都是會加分的 我認為是會的 其實我今天也有注意到一些 就是在辯論會之後 他們對趙耀昌的評價 過去很多柯粉喔 他們會只講吳靜穎好 其他人他都不管 就算趙耀昌他也把他批評的一文不值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 他直接講說 雖然我是柯粉 但是今天這一次真的是趙耀昌表現比較好 他們就直接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你說會造成 年輕票大幅度的移動嗎 抱歉我認為還不會 但是他至少會讓年輕人對 國民黨的抗拒心態下降 我認為這一定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未來還有十幾天的時間 趙康可以繼續發揮他這一方面的特長 然後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 因為你要知道之前 很多人認為柯P的票比較難以鬆動的 有一個大原因就是說 因為年輕人很討厭國民黨 就是很多年輕人會認為說 我如果柯P沒有辦法上 那我寧願去投賴金德 但是問題是賴欣德說真的 他最近這幾輪的表現 讓人家覺得 這個人感覺非常死骨不壞 又非常的頑固 固絕 對而且跟年輕人完全不搭嘎 就是年輕人在想什麼 他完全不知道 講一講去就是抗中保台那一套 所以我認為 經過這幾輪之後 賴欣德的年輕票會失血更多 那這一些 不一定會完全流到柯文哲那邊去 有一些可能會開始向國民黨這邊移動 朋友送的 有人說這帶了很像郝伯春太老了 這個是你原本的 這是原來的 這是新的 你是有度數的嗎 有 啊 太可惜了 想說你帶我的好了 哈哈哈哈 你要試試看帶我的嗎 哎唷 年輕選票 我給你背負好 你再負好 反正你都背起來了嘛 不用看嘛 但我還有一個小禮物想要送給 趙老大 這個是我在去年電視節目上辯論 對回 是罵嗎 這是辯 辯 對 因為去年我在那個辯論節目上 我就是那一隊 戰敗的老鼠屎 然後當時我就帶這個對回來辯論 而且其實 上辯論重點不是贏吧 是趁新聞吧 這個辯論沒有什麼贏書 沒有人裁判啦 對 因為在電視編論上我算是前輩 去年全明星辯論會上面 我全市場之後就變貨了 30年已經都變貨了 哈哈哈哈 近兩年我是前輩 因為不能超過30塊 所以本來想送你一個帽子 他們說帽子超過30塊 所以送你這個手環來加持一下 好耶 戰鬥籃 我現在馬上戴起來了嗎 好耶 所以待會你也會戴嗎 我可以戴 因為等一下上場不能有道具 叫我戰鬥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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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誤 口誤 您答應過我 你等一下在上面提賀龍 好 有一個交互結問 是 你能不能讓一提給我 哈哈 你問他們兩邊說 為什麼他們兩邊 都不上賀龍夜夜秀 拒絕跟年輕人接軌 這樣子喔 對你說民進黨和民眾黨 是老人政黨 好 我有機會一點講 他們 怕 對他們怕 給我曖昧不明的答案 很多人都怕你 對啊為什麼要怕我啊 您來 你有覺得害怕嗎 對啊沒有啊 對我剛剛在底下 跟貴黨的部分區 立委參選人們 談話 他們好像也 色色發抖 聽說今天還有很多 就是國民黨的大佬們 會一起來參與 大佬都坐你後面了 蛤 真的假的 國民黨一區 然後其他兩黨一區 我不知道他怎麼排 每個後選人一區 所以待會兒你在上面辯論的時候 是看得到我的嗎 看得到 定盤可能因為燈很亮 好 遇到什麼危機的時候 我會寫小白板 忘詞的時候我就說 那個 好友誼才是你老大 我說賀龍是老大的 賀龍才是我老大 拜託 你一定要講 你在上面說賀龍是恐怖份子 我都ok 只要提賀龍就好 對對對 你真的好chill喔 你真的是可以這樣子 跟我們這樣打雷的嗎 當然可以為什麼不行 欸如果我現在是你 那你哪都被我們欺負 我現在是你我會超怕的欸 為什麼 我之前 上全明星辯論會 我只講15分鐘 我大概前一小時 我都沒辦法跟大家講話 我跟你講我大衣的時候 有一次我被燙傷了 做面疙瘩 爆炸 整個臉 然後也踏不動 然後我就在家裡休養 也不能去學校 然後我就聽相聲什麼 陳怡安吳兆男 他們都學起來 那病好了 剛好 台大來辦那個同樂會 上去表演一段相聲 全場都瘋狂的這樣 所以 相聲跟著很像 TOP SHOW啊什麼都很像 我覺得您真的被政治耽誤了 你應該 我應該 當喜劇演員的 我可以當很多的 對啊你當時如果 就是專心做喜劇 做娛樂的話 王偉忠不用混 因為 王偉忠還是有他的一片甜 不一樣 各搞各的 各搞各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